大家好 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再次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這一集也是我們在美國行的系列之一 這次來到美國當然很開心 面對面見到了許多的專家學者 也提供我們非常多的一些 寶貴的一些意見 大家都知道我們就追求自由民主 在自由的一個體現上 最明顯就在網路上 也因為網路的一些自由 我們看到也有許多的一些 未全國家透過網路 來進行許多的一些假訊息跟認知戰 這不只在台灣 在美國同樣遇到這些問題 特別在民主國家的選舉的過程當中 更會受到這些所謂的網路上的 或者是一些哪怕正式的媒體 傳統的媒體的一些干擾跟影響 推特在之前的這個美國總統大選裡面 當然他也做了一些 大家認為有一點爭議的事情 所以馬斯科把它收購了 這收購之後到底會對於美國 造成哪些的一些影響 我想我們這集節目可以好來探討一下 我們很開心邀請到的是 對於美國的歷史 美國的憲法非常有研究 以前也常常撰言撰文 在這個探討來這個解析馬斯科 對馬斯科也是非常瞭解的 方偉時間的主持人方偉老師 今天來跟我們來談談 我們很開心邀請請方偉老師 跟大家問候一下 方偉老師你好 紅林兄好 馬斯科收購推特這個事情 我其實是跟了很久 我其實從他開始買股票的時候 大概七八個月前 在他三月份我就開始跟 我的看法很簡單 他有兩個目的 第一他覺得美國的言論自由出現問題 第二他太喜歡推特了 他真的是一個超級推特的推特迷 因為這兩個緣故 推特作為美國的社交媒體的工具 他不是最大的 我們都知道臉書有多少 20億的用戶 29億的用戶全球 那麼推特只有4億不到 但是推特上面發推的 它是一個即時新聞發佈平台 所以我覺得發推的主要的人 都是一些意見領袖 而喜歡看的人 都是美國的關心新聞的人 關心政治的人 所以雖然他比較小 他的威力其實是超過臉書 影響力嘛 所以我覺得馬斯克呢 他在美國的近幾年的變化之中呢 我看到他 其實他真的是心裡在worry 美國會喪失言論自由的 這麼一個原來的這個原貌 出現很多叫做walkism之類的 就是封殺言論 第二他太喜歡這個了 第三他有錢 當然他買起來之後呢 這背後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但不管怎麼說 最後他買下來了 買下來呢 因為我覺得他從頭到尾都是要買推特的 即使他說我不買了 人家告他 他還想買推特 我在節目中一直說他就是要買 他一定會買 因為對他來說 這是一個國家的大事情 所以這是我對他的看法 接著我想再請教一下老師 因為馬斯克在買下之後他有提了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名詞 叫做萬能應用程序X 但什麼叫萬能程序推動X 這個部分他對許多人來講還滿好奇的 是不是可以請您幫我們說明一下 對他就英文叫做 對他就英文叫做everything app 就是什麼都在裡頭 他叫做X 這個馬斯克很好玩 他很喜歡這個X這個詞 他在斯坦福大學出來之後創業之後的第二個公司叫X.com 當時是一個網上銀行 後來反正再賣掉再賣掉 最後就變成PayPal了 變成PayPal之後呢 他又從PayPal裡頭把X.com買出來 你今天到X.com去看 他就左上角一個小小的一個X 其他就是一個什麼都沒有 他要留著這個網站 你想想X.com 這在西方世界是很簡潔的一個 非常保佑 很好奇 那個網子很好奇 對 所以呢 我想他他就說他會拿他來做一個 將來的一個叫做在線平台 那麼他當然沒有動手了 先買推特 先買下來推特 然後買下推特他就說 他就說我要把這個推特 我認為他說的意思是 以推特為基準把它發展成一個 叫做什麼功能都在裡頭的 那具體什麼功能呢 現在推特是即時新聞發佈嘛 他以後他馬上要做 還是做網上支付 這很厲害 只要錢在裡頭 就發展得比較快 再說到其他新聞發佈 這個叫做什麼Messenger 等等之類的 把它社交媒體的功能 所以呢他就想說 這是叫做一個超級應用 這個Dream 很多人都有啊 那我覺得在美國呢 就是馬斯克等於是叫後來居上吧 但是這個人是很獨特的人 他很有能力 他要做一個事情 他成功的機會在我看來 他比別人強 他我我屬下來 他沒有失敗一個一個Messure 一個新創企業都沒有失敗 所以呢他叫做 把他叫X的 他的他的兒子是吧 他那他最新的那個妻子給他生的兒子 也叫做X 對吧 第二個小孩叫做Y 他買推特註冊了三個公司 第一個公司叫X1 第二個叫X2 第三個叫X3 所以他很喜歡這個詞 所以對他來說 X就是everything 所以老師剛剛有說 他希望把推特 也把它建構一個是任何事情 都可能在這個平台上面來運用 有人就想起說 那這不就是推特嗎 推特的確在上面不僅是社交 包含在一些金融 相關的一些交易的部分 都可以透過這個平台來完成 所以顯然聽起來 這馬斯克想把推特 也變成是一個非常多功能的 這種所謂的社群平台 問題就在說我們當然也會滿好奇 如果這樣子來講 這個美國人會信任他嗎 他會不會是另外有可能 也造成另外一種言論自由的一些前置 不知道這部分老師您怎麼看呢 這是一個好問題 大家就問說馬斯克能被信任嗎 他這麼世界首富 那現在是次富藍的 很快我認為又回到世界首富 他能被信任嗎 我對他的看法是這樣 我做了一個節目叫做系列 叫《馬斯克推推推》 我就跟著他 我覺得我對他的判斷 我覺得一直都還蠻準 我上方我能feel到他的想法 我就跟大家share 當然也不一定對 我覺得我能feel到 馬斯克這個人呢 他基本上是一個傳統派的人 他要維護言論自由 他是當真的 他是在美國的傳統政治光頭中 他是中間偏左 因為整個美國的政治 被極左派拉過去 他就待在原地不動 自動變成中間偏右 所以他如果要掌控很大的資源 很大的平台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不是壞事 我這麼判斷 因為他的基本的理念是傳統的 還是比較正的 所以我覺得這點不用擔心 大家要擔心的就是他跟中共的關係 我想今天也是待會兒看的話題 另外這個我想台灣的朋友 感受會比較深啦 因為畢竟馬斯克之前突然的提了一個 叫做所謂的台灣特區的 一個建議的方案 這當然對台灣民眾來講是不能接受 台灣朋友怎麼可以接受一國兩制 所以大家就會認為說 好像又不是前面所說的 他是一個可能追求自由民主的人 因為你怎麼可以想像他會提出一個 要台灣忍氣吞聲 明明台灣就是被霸凌的國家 為什麼要台灣選擇這個忍氣吞聲 去接受這種一國兩制 台灣特區的這樣的一個方案 所以這部分老師你怎麼看待 為什麼他當初會提出這樣的一些看法 我跟大家回頭講 回頭4、5年講這個故事 他怎麼會說出這番話來 我的看法 我的分析 他當時要在中國想建一個這個超級工廠 特斯拉的超級工廠 那個時候他其實很久迫 他其實根本離世界首富差好遠 然後他當大就在中國 建了這個中國的最高的一些領導人 最後是選中上海 那麼上海是在浦東南邊靠海的地方 非常好的地方 給了一塊地 這塊地大概是英文叫做210英亩 這個叫做工資叫做85萬平方米 這麼一個整個廠區 這廠區政府要求的投資額 結果是20億美元 結果呢 結果在2018年 在他bid的時候 總共是9天的bid 17號到26號 那他做了一個特別規定 上海市政府 說如果第一天到11點半 沒有出現第二個競爭者的話 就給特斯拉 結果上來沒有 果然沒有 所以9天就縮短成兩個小時 那麼結果給了他多少錢 他用多少錢把他背走呢 960 9億6千萬人民幣 50年 什麼意思哈 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只有就是1億960個 9億6千萬人民幣 就是1億5千萬美元 50年每個月馬斯克為這塊地 這塊這麼大的地 85萬平方公里的地 花25萬美元 他哪可以租到這塊地 所以就像伴送一樣 好 然後這個25萬塊錢 怎麼來的 中國的銀行給他 中國的銀行帶款給他 那麼他 因為他要這塊地 他總共就要1億5千萬嘛 不是嗎 1億6千萬 然後給他帶了14億美元 也就是說這塊地擺送 然後再給他足夠多的錢 把工廠建起來 然後再5年免稅 就是就簡單的說 中共送了他一個超級工廠 所以呢 他這個超級工廠起來之後 第一年的 首先就是10個月就產出第一輛車子 然後後來呢 這個超級工廠幫助特斯拉賺錢 馬斯克登上這個叫做世界首富 特斯拉迅速起來的這個過程 跟這個上海工廠很有關係 所以呢 他欠了中共一個大人情 我覺得就是這麼回事 但是他一比一時到這個威脅 他對共產黨怎麼看呢 我覺得呢 他專門講過 他在共產黨的態度 我專門做了一集 那一集還觀看量特別大 我覺得他對共產黨看法是清晰的 是清晰的 但是呢 共產黨真的是送了他一份後令 然後把他拖到今天這個樣子 在那之後呢 他又見了柏林 又見了這個Austin 德州Austin 當然Fremont是有嘛 他現在還要去見這個墨西哥的 包括說 possibly 印度以西亞或者南韓 現在還在 還沒有最後宣佈 我覺得他在 de-risk這個東西 他在減輕他的風險 但是我們要看到的就是 馬斯克他踏進中國之後 中共就基本上送給他 一個超級共產 他欠他們太大人情 所以即使他在理性上 他認為不能跟共產黨走得太近 但是呢人家就是已經是把他摟到懷裡 什麼都給他是這麼一個情況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說出就俄乌戰爭說的話 對台灣我覺得說的話 我覺得台灣聽了 台灣朋友聽了一定非常非常有情 非常震驚 我聽了都覺得這次豈有此理 這種nonsense的話 但是我覺得呢就是中共拜託他 我們需要你說這個話 我們給你那麼大人情 我去模仿他背後是怎麼發生的話 你就幫我說這段話 他想著想著我就說 就這麼回事 但是呢他對中共以後的關係 會玩成真的 真的能夠綁在一起同流合污呢 還是他能保持距離 我傾向我認為是後者 我認為是後者 因為我想呢他 我覺得他知道他們怎麼回事 但他欠他人心太多 他有這方面的一個掙扎 他對中共能不能認清刀 因為中共說你是獨自的 對不對 你的技術我們不會拿 我覺得這不能相信 因為兩千多人 幾千人全是中國大陸人 他派人進去 蒐集他的技術最後拿走 我覺得這是 在我來看是肯定會發生的 那只是說他的innovation 是不是大到可以甩掉 這種抄襲 這種抄襲者 怎麼說呢 反正這就是這個時代 我覺得有些人他面臨的考驗 對 他跟他 跟邪惡靠近 他就會上升 他就會腐蝕你 最後你一定會吃虧 我在這裡說的是一定會吃虧 你拿在短期之後拉長時間線的話 很少很少人真正能夠 認為這個叫做拿了中共的好處 最後能夠真的茁壯成長 最後受益 反例是多得要命 非常多 另外馬斯克他在當初接手推特的時候 他自己對外有說過說 他最初的時候每天都要燒掉 這個將近400億美金 整個這個金額當然非常的嚇人 而且一開始還有許多的廣告商也離開了 最近我們發現他自己也說 這些廣告商陸續的就回流了 加上他這個大幅裁員 幾乎這個裁了將近一半 加上去重找一些資金 目前他當然說起來是說慢慢的一些回穩 大家很好奇說是因為他良善的目標 號召大家願意回來 或者有什麼其他的一些原因 是不是也繼續請教一下老師 我覺得是他的經營技巧 他實在太厲害了 其實推特他是首先推 我的第一個觀點 推特是個非常powerful的一個 輿論影響平台 你想他的定位是叫 即時全球新聞 即時新聞發布 那什麼意思 我按一個鍵 全球都知道這些這條消息 那推特確實也把它做到了 所以首先推特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工具 第二呢 推特是一個亂得非常糟糕的一個公司 因為推特的 它裡頭帶有極強的意識形態 我說老推特 我叫馬前推 馬前推是一個意識形態 非常強的一個工具 因為它的操作者都是一些年輕人 他們帶有他們的那種 他們其實說白了 社會主義的某種理想 他會認為說 我為了我的理念 那個社會主義剛出來的時候 那個理想都很好聽 我為了我的理念 我可以不賺錢 我可以不在乎錢 我封殺誰得罪誰也沒有關係 他帶著這個理念來做的時候 他就把它變成了一個 我說他宣傳工具稍微多了一點 推展他的理念的工具 他就會忽略經營的意念 然後他又帶有他的其他的一些觀念吧 總是要帶員工好如何如何 最後推特就弄得極其冷笑 這是為什麼馬斯克花了七八個月的時間 去把推特這麼一個誰都想要的 特別是他的政治對手也想要的推特 就是自己自己拿到自己懷裡來 沒有人跟他搶 沒有一個白馬騎士出現 這英文叫做White Knight 出來跟他搶推特 那有錢人多了吃了 他們為什麼不搶 就是因為推特太爛了 經營的太爛了 結果馬斯克就被馬斯克聲聲拿到手裡 中間他還可以說我不要 他在不要的時候他想要 也沒有人來搶 就很有意思 所以他上來之後他幹什麼事 他上來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 第一年賠15億美元 推特一年的整個收入才50億 他可以賠掉30% 馬斯克進來先砍掉5000員工 這差不多可以省到10億 那接著把他的雲端服務 雲端服務砍掉幾乎是10億 那麼所以覺得他技術平臺砍掉 人員砍掉三分之二 然後會出現什麼 我在我的推特上我就發推 我說如果他出問題的話 你會用起來發現今天上不去了 明天很慢 後天shut down半天 如果沒有這個現象出現的話 then he's fine 我們有沒有這個經歷 一點都沒有 不僅如此推特越來越快 所以他把剩下的人招在一起 讓他日以繼夜的幹活 他就用那種震盪療法 就是我們很危險吧 要破產了 大家來拼命吧 而且馬斯克的感召力 我覺得很多人願意跟著他幹 因為在特斯拉是100個人申請 只有一個人可以接 有很多人很喜歡他跟他幹 所以馬斯克的 用他的精靈的奇才把他挽回來 挽回之後流量就開始上升 流量上升之後 當初其實是被美國基礎 還施壓的一些商家 就退出去了 他們現在因為流量再回來 所以就是the market wins 市場贏 有觀眾他就能贏 不是有觀眾 有這個用戶有讀者 他就可以贏 所以這當然也代表這個推特 在美國的確影響較大 前面老師也提到過 推特雖然也許不比其他的媒體 不過因為他的目標對象 很多都是社會的意見領袖 所以影響力自然會更大 當然啦 在上次的總統大學 大家可能台灣的朋友印象都會有深刻 就是那時候推特甚至把川普的帳號 給取消掉 所以我想也是因為這樣的動作 引起大家對於美國內部的 這些媒體言論自由的那個分界 到底要怎麼去抓 大家會有一些看法 台灣當然對這部分 同樣也會面臨到這些問題 這個部分就延續前面大家也有提過 就我想大家會想要再進一步的探討 就是美國到底有沒有一些 應對這些所謂的言論自由的這些滲透 或者是說有一些不當的一些 這個鉛制言論自由的一些做法 這是不是請老師可以再更 可以再進一步來做一下說明 因為洪文雄我也是做媒體的 我覺得媒體真的是 我在這兒說說這個事實 我也很痛心 It's a shame 1975年代的時候 美國的主流媒體的公眾可信度是74% 就是很高 對現在是34% 而不相信它的是70% 所以It's a shame 媒體就是站位 媒體選擇站位 但是在美國政治中它有這個 站左或者站右這邊 那麼另外一面就是被中共這樣的 外來的勢力所滲透 那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Nature 但是不管怎麼說 都是把媒體自身的功能 自己把自己給打散了 媒體 主流媒體讓自己變得不可信 所以現在搞到像我們這種自媒體人 現在大家會來看 對不對 就是因為自媒體人用自己的品格來擔保 大家來反而信任越來越多 所以美國確實 美國的媒體越來越不可信 越來越讚美清楚 而且不太智慧感 他還真的過往後走過 他很少檢討 另外我想這個台灣受到中共的一些滲透 媒體受到中共的滲透 事實上是一直非常嚴重 我想國內外的媒體都有報導 甚至很多都列 台灣是一個受到中共干擾 認知戰最嚴重的國家 美國聽來也是同樣受到這些侵擾 我們看到中共不只是對新聞台 甚至可能對一些電影娛樂的產業 事實上都大舉的做一些涉入 甚至收購 我們比較好奇的部分是說 中共現在到底對美國的滲透狀況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 這相關的一些資訊跟資料 到底目前中共對美國滲透的狀況如何呢 對 我覺得要分開兩個人講 一個是華語媒體 一個是英文媒體 我們先說英文媒體好了 英文媒體中共當然是很想把它拿下來 那麼迄今為止它不成功 以我的觀察 我想中共自己的結論也是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人就是不信任他們 所以他花了很多錢 很多冤枉錢 然後英文媒體他要做的話 他想做好 做到中文媒體那麼成功 他非常成功的中文媒體 但在英文媒體上他確實不成功 所以他在中國日報 China Daily 在外面放放 經過啥沒啥用啥 但是我要說華語媒體 因為華語媒體呢 中共現在美國95%的華語媒體都淪陷 對 然後在中國呢 會做一個 已經十幾年了 它叫做全球華人媒體大會 它就請全世界的華語媒體跑到中國去開會 那跑那邊就吃香的喝辣的 桌子下頭給什麼錢 因為華語媒體經營很難 經營非常困難 所以第一是內容 第二是收入 那麼特別在互聯網的衝擊之下 所以這就是中共有機可乘的地方 我給你錢 我給你內容 那麼你只要如何如何就好 中共在媒體的這個建構上也是非常精細的 它有第一梯隊 第二梯隊 第三梯隊 第四梯隊 那就是第一梯隊就比如說像僑報這樣的 中共國僑辦直接辦的這個報紙 那麼第二梯隊呢就是 你給我保持一點距離 第三距離更大 第四梯隊 直接罵中共 罵中共建立信誉的關鍵時候在出手 就是類似這樣 它是非常精細的一個信息戰 所以在華語媒體 因為華語媒體 我覺得他們主要是最大的問題是經營的困難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華語媒體的經營者 在中國大陸都有親屬 家人 那麼你要不要回去經商 要不要回去看家人 他拿那個就可以威脅你 所以就是把美國的華語媒體一個個弄到淪陷 這一點上我覺得 我覺得跟台灣的媒體有相像的點 雖然台灣人在中國大陸沒有台國的親人 但是你有生意往來 你有你認為的機會 那麼或者他送給你機會 他造個機會給你 那就能夠拿住你 所以呢 美國媒體中共是非常成功的 這華語媒體 就基本上95%淪陷 對 你去看那個 就是我給你舉例子 這個舊金山 星島日報 星島時機也算比較大的 星島日報你去看他頭版 基本上就是一個反美的報紙 你只要把頭版20天剪下來 你送給誰看都知道他是什麼官員 對 甚至像世界日報我覺得 其實是台灣背景 我覺得後來很多文章都很DUBS 你會看出來他裡頭有問題 哇 如果這樣聽老師說起來 這滿嚇人的 因為表示說有這個華文的報紙 有95%都可能有被滲透 甚至被中共所控制 這聽起來這個尤其是在美的華人 他顯然在資訊上 是不是被非常大的一個蒙蔽 這不會產生一些 嚴重的一些影響嗎 我就說在過去的3年之內 美國華人針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 發生了一個根本的改變 因為他拿到95%的華語媒體之後 他其實幾乎拿到了 美國華人大多數的 這個叫做什麼 他的忠誠吧 或者他們的支持 那什麼時候出現呢 其實是2020年的大選 這個大選提醒大家有什麼東西 提醒美國華人說 以前共產主義在中國 我在美國 我兩邊都吃香 我在美國享受自由 我到中國去 反正我也不罵共產黨對不對 我在那拿好處 兩邊拿嘛 他一旦發現 如果共產主義真的能到美國 把我小孩未來的家園斷掉 他就接受不了 我不知道這種感受 台灣人能不能體會 那美國華人說什麼 那這怎麼可以 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重新找他定位 第二個呢就是 像我們這樣的自媒體在美國起來 所以現在呢 所謂的95%被淪陷的 美國華語媒體的影響力非常之小 所以影響力大的是像我們這樣的自媒體 這是民間可以做的事情 民間大聲講話 也像這個政經最前線 你們這樣的節目 把它迅速做大 大家都來支持 大家都去傳播 把它做大 這是我覺得這是有品德的媒體 我們拿自己的信譽 自己的信譽來擔保 這個新聞的真實和我們的觀點 不是說我們的觀點一定正確的話 但起碼我們只會把我們認為正確的東西拿出來給大家 不會因為這個背後無斗鼻射妖啊 所以呢 這是民間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政府呢也可以做 政府真的應該做 那麼美國政府 當然美國有非常強的第一憲法修正案 這個媒體你不能隨便碰啊 一碰就炸起來 跟台灣很像我覺得這一點 但是我覺得呢 第一憲法修正案的核心是什麼呢 它講的是言論自由不是 什麼叫言論自由 就是我自由的發聲 但是如果不自由呢 我背後有個東西操縱我 那我還算言論自由 就不算 對我真的不算言論自由啊 所以政府要查媒體的金流 要查它的要follow the money要查出來 如果這個錢是從一個外國政府過來 你就不是言論自由 這就是個國家安全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美國的立法啊 它得做這個事情 那麼現在的美國 這屆國會不容易啊 如果到某一天 這個國會比較強勢的時候 或者說在共和黨受理吧 我覺得它可以 它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你要立法 它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你說我拿了人家錢替人家說話 是我的言論自由 它邏輯是不通的 這是外國政府的一個propaganda 大家知道在美國你想買這電台 是買不了的 你是外國人 你是不能夠擁有一個美國電台的 為什麼 這是1930年代 當時德國在美國要搞這個propaganda 美國當時又通過了一個通訊法 外國人就不能擁有 這就是基於國家安全的一個東西 那是納粹德國的 所以我覺得一個是呢 我覺得立法機構真的要大膽做改變 因為這是這是對台灣的朋友 這是台灣的生存問題 除非你想台灣交給中共算了 你就看看香港是什麼樣 香港下一步就是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 那麼清明的時候大白揣門進來 把你抓走 你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如果台灣想這樣的話呢 那你就這樣 如果你不想這樣的話呢 台灣的立法 立法的立法委員 台灣的這個國會 一定要打破 不要去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用跟美國 美國不一定發生最快 台灣是在最前線 我認為台灣自己要大膽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查他的金流 既然錢不是他自己的 既然不是他自己的自由的聲音 是別人的聲音 你為什麼要享受這個言論自由的這樣 那不是你的言論自由 這是一點 第二點呢 美國有個東西是可以借鑒的 就是美國有個FARRA FARRA就叫做外國代理人註冊 因為美國的第一線 憲法修正案非常強 那怎麼辦呢 美國就想一個辦法 好 我認定你是外國 你替外國人說話 外國政府說話 你就要在我的登記一下 登記一下是外國代理人 你別看這個登記 這個登記真是嚇死人 對於一個中共支持的媒體 他是死也不敢登記的 為什麼 因為他騙人的基礎就是 我是一個自由媒體 我是個獨立媒體 假如我的報紙的右上角一直寫著我是中共的代理人的話 那他就沒有信譽 因為媒體是靠著騙人 因為他的任務也是騙人嘛 他必須有騙人的一個資本 就是我是一個獨立媒體 所以這個FARA別看這個小小的註冊東西他很有效果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想方設法死也不想註冊 甚至逼他去註冊他還要玩小花樣來躲避這個FARA的要求 這裡頭有好多例子 其實那個 對 我具體就不說了 我覺得台灣可以借鑑這個 借鑑FARA這種方式 但是我覺得最徹底的 美國 台灣都要真正去查這些媒體背後的錢從哪裡來 不能把他放進第一憲法協調的範圍 因為他都不屬於那一點 當然每次我們在討論這些新聞自由 到底那個拿捏的分跡在哪裡 這是非常的為難 特別剛剛提到了我們整集在談到的 這些有關這個外部勢力的一些 假訊息的一些滲透 大家都知道也同意應該要做一些防治 可是那個實在非常難拿捏分跡 台灣過去或者它包含現在 都一直都有在談要進行相關的修法 但有過幾次的一些經驗 馬上被扣上前置言論的一些自由 我想台灣的朋友應該也會很好奇 美國針對這些錯假訊息的認知戰的 境外的勢力來對於媒體的這些輿論的影響 美國有一些 美國有哪些的一些做法 是不是也可以請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美國政府說實話他沒有動媒體 所以他沒有激起這種所謂的爭議吧 因為美國政府在媒體上就是比較 我想想看 他確實比較小心一些 所以他不太牽扯到這方面 對於中共的現在唯一美國之態的就是 剛才我說的外國代理人註冊法 對比較明顯 對 但是我覺得 我是覺得這方面呢 因為中共的做法大家要看清楚 就是說就是用自由來毀掉自由 用自由來攻擊自由 因為自由嘛台灣美國很自由 說啥都行 我就進來你什麼都不能管我 我在101面前打著什麼什麼無性龍擊啊 那這是自由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啊 我覺得不能太天真 不能太天真 最後真的真是死了 不知道怎麼死 就是因為天真而死 這種正邪 我們中國有句話叫自邪 自古正邪不兩立嘛 對吧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大節上很清楚 我再說一句 我覺得當初蔣經國先生說的 三不正策嘛 不接觸 不坦白 對 你別看這九個字 看上去有點有點愣愣的 我覺得這是幾十年的經驗結束下來 那種精華在我看來是這樣 當然延續另外一個問題是台灣 當然過去因為認知戰的一些關係 自然就會激起這些所謂的 以美 仇美的一些問題 最近台灣的許多的議題 比方說我們把兵役 從三個月延長到一年 有人就說這是美國爸爸的要求啊 或者有時候會說美國這個根本 就是只是想要賣我們武器 故意幫我們拖入戰場等等 這個台灣以美 仇美的部分 在這段期間不斷地盛囂程上 我比較好奇是老師 你怎麼看待台灣現在 這樣的一些氛圍的一些改變 你怎麼看待這種以美 仇美 在台灣內部的發酵呢 我其實跟洪英雄談之前我還意識不太清楚 我現在就了解的多一些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吃驚 但是我既吃驚又不吃驚 因為我十年前長上去台灣 我那時候沒有感覺到這個東西 那麼我不吃驚是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聽到的這些例子 我看到背後都是非常經典的 我說源頭啊 我怎麼說我一聞我就知道 它源頭是什麼 它就是中共它的宣傳手法 從它釋放出來的 我在美國待了32年 我1990年底到美國 我後來做媒體的時候 我專注的一個領域就是美國憲法 就是美國這個國家怎麼來的 在美國的憲法裡頭 在美國的立國的價值裡頭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 我們要找出一個理念最正 最少私心 不想強占別人國土的國家 我真說就是美國 它沒有那個基因 我們都知道20大戰打完之後對不對 一次大戰20大戰 它都是最強的勝利者 特別是20大戰 那基本上就是天下主人了 但是呢 它把歐洲全部還給歐洲 那再寄出馬切爾計劃 一分錢都不要 所以呢 這是這個國家的它的基本的基因 它沒有一個向外擴張的一個agenda 它沒有這個agenda 那所以呢 在這個意義上呢 就是說 美國是拿自己的力量去 維護世界的和平 我不是說美國是perfect 那比如說現在鴻海長搬到美國去 很多人詬病 我覺得有的是有它的道理 但是我說這個美國作為一個國家 它和中共的那種本質的區別 中共你不管它裝得多麼老實 紅旗插遍全球 絕對是它的agenda 這是中共這個政權存在的基因所決定的 而美國呢 它的這個國家建立呢 它就是要建立 怎麼說呢 用基督教的話 要建立一個叫做 Shining city on top of the hill 在山頂上建立一個發光的城市 我們建好之後 大家會景仰我們的制度 會來模仿 我們是靠這個來 輻射我們的這個影響力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這麼去看美國 我如果有機會跟大家跟我們 政經最前線的觀眾朋友說 我覺得沒有那個因素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美國的很多的武力上的一些動作 因為美國的建國的立國原則中有一條 叫做用實力求和平 你想和平 你得有實力 你可不是求來的 你可不是對人家好求來的 而那個對方如果是中共的話 我今天給大家說一個我絕對相信的真理 就中共今天沒有打台灣 就只有一個原因 他還拿不下來 如此而已 如果他拿了下來 你帶他最好 你是他兄弟 他都會把你打得吸來 因為這就是他的基因決定的 所以台灣人不能有任何的幻想 你要和平就必須有實力 你這是唯一可以保住台灣的方法 實力可以包括武裝自己 可以包括拉美國 拉日本 拉澳大利亞 甚至拉英國 德國來幫你們 所以呢就是說 用實力求和平 這是美國的立國原則 我認為是台灣的原則 所以這點就是不能天真 你是跟共產黨打交道 他要吃掉你 這是他永遠的目標 你的存在就是一個台灣的存在 對中共就是威脅 你什麼都不幹都是威脅 為什麼 兩千 兩千三百萬是吧 兩千三百萬 華人可以選擇另外一種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你的存在就是對我 十四億 先不是十億 也許我現在只有十億人 十億人民的一種感召 你的存在就是我一定要滅你的原因 所以是沒有辦法獨善其身的 所以我覺得台灣就是要武裝自己 就是要發聲 就是要 我覺得我還認為 其實要對中國大陸的人民 要生出一個怎麼講 召喚 要做釜底抽薪的工作 是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不能有幻想 真的 不然台灣真的是 真是死無葬身之地 當然在台灣面臨到這些 這個所謂的中共的武力 文攻武嚇的威嚇之下 台灣美國當然也會面臨類似的這些問題 只是樣態上也許不大同 每次我們看到了中國的網民 也許會對美國有許多批判 每次可能美國再談到新疆 西藏 香港人權問題就會說 你們也有黑人的問題 你看你們又這個黑人 又有人被警察打了 你們又有這些種族的 相關的這些歧視 美國你就是霸權 你就是去打人家 很多的戰爭就是你發動等等 那方偉老師你怎麼看待這些論點跟觀點呢 我說這個之前我剛才退回來兩步 剛才有個問題 我想再說清楚一點 就是美國會不會保衛台灣 我跟大家講 我都有美國人的理解 他的心態的理解 他其實是挺矛盾的 因為他不想為一個 為一個遠在一萬多公里之外的一個地方 去犧牲很多美國士兵的生命 美國是不想在全世界經常去打仗 又好錢又好生命 他說是不想做這個事情的 但是呢 他保護台灣呢 你說他處於利益也好 保衛第一島鏈也好 保衛自由世界也好 我覺得最大程度上 其實還是一個道義的責任 我認為美軍一定會出兵 OK 我認為一定會 他不得不出兵 他的道義責任 趨勢他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台灣一定要抓緊這個世界 要武裝自己 因為你到時候連人家出兵的機會 你都不能贏來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美國在他的這種猶豫之下 他沒有一個擴張型的那種思路 我把台灣納為我的一個州 一個殖民地什麼之類 他沒有那個想法 他要出兵就是他的責任感 另外一面是犧牲 這就是美國的猶豫 那麼如果台灣自己變得很強大 那麼強大到美國就要出手就可以幫忙的話 我覺得所以台灣真的是 美國我覺得雖然有很多缺點 我覺得美國仍然是一個很好的國家 我覺得台灣要要要 我覺得要跟美國要靠近一些 那回到你剛才 這個洪英雄剛才說的這個問題 美國的種種的這個種族問題 我跟大家說呢 我認為台灣朋友拿到這個印象 是來自於美國的主流媒體 而美國的主流媒體是 把他這個事情當做一個gender來做的 美國有沒有系統的種族歧視 你要問我的話 我跟你說沒有 如果有系統的種族歧視 像美國主流媒體那麼說的話 你應該舉出例子來 今天黑人可以在美國做總統 做國務卿 做國會議長 做議員 做什麼都可以做 美國沒有並沒有系統的種族歧視 但是卻是有個例 如果每出現一個個例 你就把它把它吹成一個系統的種族歧視 因為系統的種族歧視必須有政策 要寫出來啊對不對 它有執行方法嘛 這是沒有的 那麼黑人全世界的黑人 全世界的黑人都在羡慕美國的黑人 美國的黑人一直說 我被欺負的如何如何 這背後是一個很不好的一個東西 我就跟大家說吧 又說起來話題都太長 這是一個既有的agenda 我跟大家說透一點就幾句話說啊 當初共產黨怎麼拿下美國的 它就是靠著階級鬥爭的是吧 跟農民說你們是最苦的 你們我你跟我們在一起 我跟你們 共產黨拿下中國 拿下中國 對不起 拿下中國 這叫階級鬥爭啊 就拉一派去打一派 那美國不能搞這個東西 美國農民挺富足的 人用很少 所以沒有用 美國的工人其實也算中產階級 所以有些人 有些勢力就是製造種族鬥爭 把它變成一個 美國的一個固有現象 其實遠遠沒有那麼嚴重 美國並沒有系統性的種族 種族歧視 那麼美國這些印象 我覺得就是把一個1%的事情 吹成了50% 60% 這是我的看 會人的看 最後我想我請教一下老師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以德服人 你是用良善的方式崛起 我想大家會佩服 中共現在因為用的是比較粗魯 用一些比較霸道惡霸的 一些方式來崛起 有人就會擔心說 這會不會因為剛剛聽到了 我們各黨可能整個政治的方向 在美國內部 對於中共的擔憂是提升的 有人說這會不會未來延伸 害許多的一些華人朋友 會受到威脅 會受到一些歧視 老師怎麼看呢 因為您對美國的歷史 也非常的一些瞭解 這個部分會有可能發生嗎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二次大戰的時候 20萬日本人 日本日裔美國人 被送進集中營 對不對 但另外一個故事就是 我應該記得沒錯 三百三十五團 這是二戰中美國陸軍受勛 得到勛章最多的那個團 是一個日裔美國人的團 所以我就說 現在這個情形 我覺得一方面 這方面的恐懼是有的 特別是中共喜歡去誇大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在人類 第一呢 從麥卡錫國會議長講的話 包括以前的那個蓬佩奧 他們現在已經非常清晰地說 這是美國和中共的競爭法案 美國已經非常清楚把它撕開了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因為這也是這麼多年的education 讓美國人認識到中共和中國不是一回事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中國人或者華人應該做什麼 我覺得華人對中共要採取一個非常清晰的態度 非常清晰的態度 當初美國是記得從東歐 從這個蘇聯跑出來的人跑到美國來 他們跟在美國駐蘇利說 告訴美國人 蘇聯是怎麼回事 古拉格是怎麼回事 你要知道在600年代以前 美國人是不知道的 我們現在以為美國從冷戰之後 對蘇聯都認識得清清楚楚 完全不是這樣的 就是那邊跑出來的這些知識分子 他們駐蘇利說 告訴了美國人 啊 蘇聯原來如此 里根才能喊出邪惡帝國的時候 大家才不會點頭 所以現在華人要做同樣的事情 我們要在美國揭露中共 不是中國揭露中共 把中國和中共一定要撕開 這樣撕開的話呢 美國人就會看清楚 我們的站位是什麼 這也是最快的能讓中共垮臺的方法 因為把中共和中國撕開這個做法 我覺得啊 我知道他們內部人的想法 So scared 嚇死 不知道 如果把中共和中國撕開的話 真是把人嚇死 因為他們就是靠貼在一起 讓人分不清楚 才能綁住整個中國人民替他站臺 如果把它撕開 就是一個動作 意識形態的一個動作 中共因意識形態而成 他可以因意識形態而滅 就是把它撕開 我覺得這個華人在這一點上 其實是現在華人站輕自己的位置 大有作為的好事件 我想我們今天很謝謝方偉老師 接受我們的一些訪問 也把整個美國的針對 不管是他們內部自己這些媒體的問題 甚至談到從美國的一些歷史的脈絡 可以看到他們在對於許多的一些 價值議題上的處理一些方式 這個也可以理解美國秩序 作為一個世界警察 作為一個社會 全世界社會秩序的維護者 其實他們內部還是有一定的一些自律機制 相較起來雖然不完美 但我覺得都還在整個民主體系的一些道路 所以我想透過今天這一集的節目 可以讓大家比較清楚瞭解美國目前的一些現況 當然今天很謝謝方偉老師 這個也帶來這麼精彩的一些分享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當然歡迎大家幫我們把這集的節目 分享給更多的好朋友 那就再次感謝大家的收看 也感謝方偉老師 謝謝我們 謝謝大家 rất非常之細 小明星